大家好,透过热点分享观点,欢迎来到德传媒,我是Gary 昨天是中国人的国商日,所以只做了会员视频 在国商日这段时间呢,中共举行了各种活动 最引人瞩目的就是中共所谓的国庆酒会 中共的一众元老一个没出现 但李克强却罢评了当天的新闻联播 更是四次提到了改革开放 有人根据这个现象进行分析,说李克强赢了 中共为了内部的稳定,让习配合演戏 您认为这种说法对吗? 真实的情况又是什么呢? 今天还有另外一条消息比较有意思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中国证监会最近已向多家证券公司发出通知 在二十大召开前避免发布政治敏感的研究报告 其中包括多家在中共国运营的大型跨国银行 银行也在公司内部传达了中共证监会的要求 由此可见 中共国的经济已经到了不可说的程度 中共为了二十大已经紧张到神经质了 习为了连任能够万无一失,不停的折腾 清零政策已经让老百姓是苦不堪言 有些老百姓甚至无奈的说 你要连任就连任吧 我们不反对 求求你就别折腾老百姓了 那么清零到底何时才能结束呢? 今天在网上看到了一段内部消息 那好,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了以上的内容 在正式节目开始之前呢 先给看到这期视频的朋友们发点福利 那昨天把搜集到的大量资料进行了整理 然后精心制作了会员节目 还是有关这个打疫苗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信息 会员视频的链接已经放在了这个置顶留言当中 将现实开放到今天的凌晨 那您可以把链接分享给亲朋好友 让更多人了解媒体不报道和不敢报道的信息 只要您订阅了会员 每期的会员视频您都可以当做礼物 分享给亲朋好友 这样做的目的呀 也是为了达到收支平衡 那如果您认可该月制作的会员视频的水准 也想为传播真相这个视频尽一份力 那么就请您订阅该月的拍春会员 链接呢在说明栏每个月最低五美金 那不好意思就是耽误大家点时间 那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节目 这两天呢有一张照片引发了很多人的猜测 那有些人呢非常喜欢从一张照片 或者是这个名字去分析 就比如啊这张照片吧 那李克强的手指 还有旁边的保镖那个眼神和肢体语言 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的内容 那我个人对这类没逻辑的猜测呀 不太感兴趣 但是正是因为中共的资讯不透明 才造成了各种猜测满天飞的现象 比如9月30日晚上的新闻联播中 李克强突然霸平了 气势上完全盖过了总加速师 不止如此 还连续提到了四次改革开放 这个现象又可以进行联想跟解读了 那经过了席下礼上这轰轰烈烈的热潮之后啊 无论怎样解读 我个人都不反对 但是我有自己坚持的分析问题的方法 那就是根据事实或者是逻辑 而不是个人情感 情感上当然希望是席下礼上 让中国人松口气的 但是我们需要理性的去分析 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与决策 根据阿波罗新闻网的记者他的调查 从2017年以来 李克强在历年的十一招待会 几乎每一年都会提到改革开放 今年9月30日 在73周年招待会上 李克强致辞 改革开放提到两次 2021年9月30日 在72周年的招待会上 李克强致辞 改革开放提到两次 2020年在71周年招待会上 李克强致辞改革开放提到了一次 2019年在71周年招待会上 习近平致辞 没有提到改革开放 2018年69周年招待会上 李克强致辞改革开放提到了三次 2017年68周年的招待会上 李克强致辞没有提到改革开放 那经过总结 在70周年时 是由习近平来致辞 而其他的时间呢 则是由李克强致辞 其中李克强是先后 提到改革开放 八次 习近平没有提及改革开放 所以从已经发生的客观事实来看 李克强只是进行了常规操作 没什么特别的 但联系到目前20大 前所未有的紧张形式 出现一些不同的解读 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20大到底紧张到什么程度了呢 联合早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 根据香港的知情人士透露 中共国证监会要求在中国境内运营的投资银行 避免在中共20大召开前发布政治敏感的研究报告 美国华尔街日报星期五9月30日引述知情人的报道 中国证监会近期向多家证券公司发出上述建议 其中包括高盛集团 摩根大通等大型国际银行 在中共国的子公司 当然了 中共证监会是不可能承认的 那我们都知道 中共经常是在内部传达一些消息 没名没姓也不知道是人是鬼 那出了事呢 也没有人会承担责任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做的是见不得人的勾当 所以也不可能留下什么证据 为了20大能够成功连任 总加速是已经是无所不用其极了 尤其是万恶的动态清零 那我们先来看一段中共网评员内部通知 根据自治州网评员大练兵工作要求 现在组织全体网评员开展微博超话稀释活动 请网评领队做好一下工作 一组织本单位全体网评员在相关时间点开展超话稀释工作 不得提前和超市完成 时间为今天的20点到22点 二超话稀释要注意方式方法 同时还要保护好自己 不得关联疫情志愿者和这个疫情政策等等 三内容题材不限 可以居家生活 待玩日常 美食制作 个人心情为主 各网评员每一小时发一篇 每人共计两篇 不得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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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各队员注意工作保密 防止网评员将此通知 发至微博超话 已经发现追究相关单位责任 那过去我个人一直说呀 很多中国人是清醒的 我们在网络上经常看到的 非人类的言论 都是中共这些豢养的五毛水晶发的 那如果不仔细去分析的话呀 很难分辨真假 中共造假的本事呢 就不用我再赘述了 一离封城的真实情况 又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来看这段聊天的记录 消息的作者不知道这条信息 能不能发出去 会不会被屏蔽 这40天 他们经历了什么 真的是一时无法打字说出来 他们家还好他老爸出去当志愿者了 还能买到一些吃的 可是物资也不充足啊 他们从居家到现在真的没有吃过水果 没有吃过除了土豆西红柿 辣椒胡萝卜以外的蔬菜 太多事情啊 真的说不出来 他不敢相信自己活在21世纪 活在2022年 不敢相信会闹饥荒 会有人吃不上东西 你可以去一离超话看看 眼睁睁看着N个帖子被删帖 要解决问题的电话 永远也打不通 而他们删帖的电话 总是第一时间准时打过来 一离各县捐赠的蔬菜水果肉类 被高价售卖给他们 那些农民叔叔阿姨亲手打的囊 被高价售卖给他们 卖不出去就放着发霉烂掉 他们几天之内打了那么多的囊 就想着他们可以吃上这个囊 结果这些没良心的人当成商品卖 可能啊这条私信发不出去 他也会接到电话 真的好害怕的 求求宝贝 提文作者提到的宝贝啊 不知道是什么人 真的要去一离超话看看 能看完他就真的很感谢了 不用发微博 他真的很害怕 这条发出去之后 他自己也会删掉私信的 那虽然底层百姓已经吃不上饭了 但中共的官方新闻里 却是看不到这些的 25日 澎湃新闻报道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 副局长常继乐日前表示 评价疫情防控政策措施的成本 要算总账应该将全国作为一个整体 算大的经济账 大的社会账 大的民生账和大的健康账 但他们这个账就是小学生算出来的 算账的人呢 他不是蠢就是坏 全世界都在逐步的全面开放了 朝鲜的例子就活生生的摆在那里 有消息传出来说朝鲜大面死人吗 没有啊 那朝鲜才有资格说战胜疫情了 所以说这个总加速是清零的目的 就不言而喻了 那么清零到底是要支撑到什么时候呢 那先来看看官方的消息 后面呢 咱们再说小道消息 常继乐表示 面对这场百年不遇的传染病大流行 当前全球疫情仍处于高位 病毒还在不断的变异 风险和挑战始终存在 是不是感觉到他们生活在平行世界呢 那中共国政府将坚定不移的执行既定战略 在波云诡异的国际战役形势舆论之下 始终保持强大的定力 这个强大定力说明什么呢 中共高层也清楚国际上疫情的真实情况 动态清零政策是反科学和常识的 所以才需要强大的定力 坚持反制的政策 抗疫是一场持久战 需要处理好短期和长期局部和整体的关系 中国政府相信科学的规律 相信实事求是 一切脱离了中国实际国情的言论 建议都无法动摇中国的抗疫方针 实在说不通了 就拿出国情论 当然了 这个中共的马列子孙确实是不一样啊 那这番话的意思就是 死猪不怕开水烫了 对不对不重要 就问你酒他们服不服 所有的理由都无法掩盖清零的荒谬 那难道总加速是要坚持到把中国人给清零吗 网络上传着一段中共内部的消息 我们来看一下 从一个局级退休干部那里听到的 我们国家差不多要开放了 会先在海南开 内地再过两年开 大概明年春节或两会后开 政策在制定中 一 海南省的医疗资源在国内处于中等水平 如果能撑住 全国开放就没有阻力了 二 海南没有与陆地连接 在岛上试点 如果不如预期 容易补救 那今天夏天已经试过一次了 三 海南是个旅游大省 以前每年吸引约100万劳外 放开创会同时 也能减少现在国际上对我们的误解 四 以前大陆与国际贸易枢纽 主要还是通过香港 那随着我们大陆经济增长 香港不够稳定 我们必须找个分担或者替代 所以大大提出全力建设海南自贸区 积极对外开放 这种级别的官员 说小也小 说大也大 那消息应该是有点含金量的 那这段网传的内容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解读 第一种情况 总加速师愚蠢透顶 他完全不懂 也不了解科学防疫 第二种情况 下面的人不敢给总加速师真实的资讯 他不了解疫情的实际情况 所以才坚持清零 第三种情况是 总加速师完全了解疫情现状 动态清零 只是为了能够管控民众 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二十大连任 如果是第三种情况下的话 那前面我们提到的传言 很可能就是真实的 您怎么认为呢 好 感谢您的点赞订阅留言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